两个口,一个粥,这个字是什么字来的呢?又怎样读呢? 我敢说,90%的老友记都不懂读 老师教读有哪读哪读嘛,我读一只鸡,肯定是读粥 不信你问下跪了 我看是读口哦,我读一包螺丝粉了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不完全又统计?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的汉字多达十万个那么多 包括一些三匹都不懂读的字 刚才说的两个口,一个粥,这个字普通话读粥 粥,粥,真是读粥的 粥是什么意思呢?是叫鸡的声音 你想想去哪里?是呼唤小鸡的声音 古时候就已经有人养鸡了,我们将它叫做鸡佬 鸡佬自然要喂鸡,喂鸡的时候就会叫 所以这个鸡字就是解作叫鸡的声音 相当于有人叫猫,喵喵喵喵喵一样的 至于第二个字,盛字下面加个好似指时的子字 这个字可能单挑出来,你不会读 但是如果加多了两个字,你可能会读 合锦酒吧? 旧阵史新郎和新娘合锦交杯 喝下去就叫合锦酒,又叫做交杯酒 这个字普通话读贤,粥语读锦 锦其实是一种嫖来的 古时候结婚就会用到锦来装酒 合锦的意思其实是指旧阵史结婚的其中一个意识 夫妻同喝一锦,是象征着夫妻二人连为一体 同金共苦,共患难的意思 亦都可以叫做交杯酒,二合为一 不过这个合锦交杯的旧族,不知现在结婚了 至于这两个字,我敢说一开口你就读错 不信,你试一下 哦,读温俱? 这两个字我不行了,肯定女人有关 这个词会普通话读 粥语误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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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读起身是很脱了的 本义是指年老妇女的意思 哦字是对年老妇女的专称 但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面 哦字就是神兽之一 是专门食人脑的妖怪 女字加一个区,这个字读语 语误误其实是指母亲的意思 亦都可以指老妇人 但是老妇人我们广府话一般不会叫做 哦语的,一般只会叫做 呼那,所以这个老妇和老妇 其实都是指年老的呼那的意思 说到老妇老妇又令我想起 有学者认为 广府人经常说的 煲老妇其实就是来自老妇 女字旁加一个区 亦都可以说它是女字旁加一个欧 你知道平时我们很惯有边读边 老妇就读成老欧 老欧老欧再读什么 就读成了老牛 所以煲老偶其实就是来自煲老与煲老欧 那广府人说的煲老偶又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年轻人想小奋斗十年 他就找了一个比自己年纪更大 但是又更踏水的女人作为伴侣 这个就叫做煲老偶 老偶大家都吃过 要慢慢煲 给点心思煲 给点耐性才会煲出味 才有滋味 才会有滋味 才会好吃的 那煲老偶是什么味呢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煲过 那后来又由煲老偶又衍生出驱风的意思 驱风又怎么解呢 这个我真的不懂解释 正经点 说回下一个 那这两个字大家应该很熟悉 你又懂不懂读呢 阿婆这个字怎么读呢 阿婆这个字怎么读呢 这个字呢 有什么餐 相信大家平时在快餐店都会见过 将快餐写成这个快餐 将一日三餐写成这个一日三餐 将早餐晚餐午餐写成这个 早餐午餐晚餐 我后来看到这么多快餐店都敢写 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餐字来的 但是再后来我查过字典才发觉 原来这个字不是餐字来的老板 先说一下平时我们经常写的餐 餐不用多作解释 是指吃饭和吃饭有关的就叫做餐 重点说一下这句字 我曾经都以为它是餐字的简体 因为阿妈也是这样教的 查过字典才知道 这个字是普通话读 粤语读 古今音都只有一个读音 意思和读读是坏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 甚至有很多餐饮行业的老板 都将它写成是餐字的简体呢 这个就要从1934年说起了 在推行二次简化的时候 曾经将早餐的餐简化成这个餐 虽然后来易简废除 但是有些字一直在民间都流传 你可以问你妈的背 或者你老爸的背 其他三笔字他可能未必懂 但是如果你写这个带字给他 他想都不用想可以回答你 餐 虽然有些餐厅老板为了方便写这个餐 但是带还带 餐还餐 都是要区分开的 学到东西嘛 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视频点分个赞 点分个关注 好了再来 有山有水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归零的山 归零的水 归零山水甲天下 不过山水这个字怎么读 我不知道 这个字普通话读 骗 池 粤语 噴 古音读派 池 噴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瀑布的意思 在山西一带就用得最多了 很惯用这个字作为地名 不过在山西方言里面 这个字就读 池是指山清水秀的地方 表示水在山上流下来 即是瀑布 第一处瀑布就叫做 大池 即是大噴 第二第三次 第二次就叫做 二噴三噴 在山西洋泉市 有条村叫做 大噴村 当地方言就读成 大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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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是一个很古老的村落 因为这条村居于瀑布之地 所以就叫做 大池春 即是大噴 最后一个 言字边加的 签字 这个字我又敢说 十个有九个都会读错 不信? 你试试 哦 读签 一语成签 不信你问下贵了 不又是 我读得书少了 没用骗我 我明明查过字典 这是读沉 一语成沉 啊 这个语 一语成沉 错 一语成沉 一语成沉 这个语 普通话读 一语成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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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语读 一语成沉 以前老师都是教我们这样读的 但是现在的粤语字典 将它注音为一语成沉 和沉气的沉字是同音 所以这个字读沉和沉 都是可以的 看回沉字的本语是指愚言的意思 一语成沉的意思 即是说 原本没有心讲的说话 但是又被他讲中了 变成了愚言家 那这些说话可能是气言来的 亦都可能是不吉利的说话 反正给他一开口就中 就叫做一语成沉 还可以组词 参言参语 参语 这个就是沉字的识意 如果大家在生活上 有些不懂得读的字 即管在底下留言 你打得出 我就查得出 好了 到最后 又轮到李发辉了 租什么呢 很多人读错的 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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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